随着北京地铁13号线成功拨入高铁青河站 坐地铁看冬奥会将成为可能 2月20日 记者在北京探访了拨线完成后的地铁13号线与高铁青河站 金章高铁是服务于2022年冬奥会的铁路线 而青河站是它的始发站之一 也是金章高铁全线车站中最大的一座 据介绍 金章铁路全长174公里 共设置11座车站 其中的冬奥会赛场站太子城站聚集了多个滑雪场 是张家口赛区的核心区 而冬奥会观众从青河站乘高铁到太子城站只需50分钟 然而 此前青河站附近并没有较近的地铁站 最近的是13号线上帝站与8号线永泰庄站 步行距离都在30分钟左右 因此为了方便旅客乘坐金章高铁 春节期间13号线进行了拨线施工 目前线路已成功拨接入青河站 将在青河站建设完成后开通 地铁与高铁之间换乘十分便捷 从地铁这个出站 经过站台进入咱的地下一层的换乘厅 然后再通过换乘厅进入咱国体的站台 大概这个距离也就是5分钟的路程 那么冬奥会观众从北京乘地铁换乘高铁 前往张家口太子城赛区需要多长时间呢 记者现场体验了一把 从13号线西直门站出发开始计时 地铁在上帝站与西二旗站之间 经过尚未开通的青河站 此时秒表显示20分钟 也就是说加上换乘的5分钟和高铁50分钟 理论上只需一小时一刻钟 便可从北京西直门到张家口赛区 此外为了保障冬奥会期间大客流的运行安全 青河站的旅客发送量 也是按照预测的奥运客流量进行设计 在我们这个车站的设置的最高距离人数是6000人 最高距离人数 然后我们就是近期的旅客发送量在2800人 那么远期是3500人 奥运区我们是按照5000人来进行设计的 据悉 青河站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的工程建设